現在大家如果做好了之後 我們來看兩種 一個就是我想要輸出了對不對 比如說你看我們剛 我在這裡 我是不是總共錄了三段 所以如果呢你輸出的時候 當然他影片就是只有前面這三段 所以我就可以從這邊 分享這裡 有沒有輸出檔案 這個時候我們就變成 好我先把它存起來 專案 專案檔 他這樣可以存檔 有沒有就直接變成MP4 好直接變成MP4我們就可以存起來 那老師你 想看看如果我錄影的時候 我可能是錄了123 我後面跳一個沒錄 第五個有錄 請問這樣行不行 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只是他輸出的時候這裡是不是就沒有影片 就跳過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 所以不見得你每一段投影片都要做錄影 如果沒有做也沒關係 就等同那段我就略過而已 這樣了解 好你看這樣就可以把它輸出了 這是第1種 第2種呢是怎麼樣 我們按到播放這邊 你看看 他告訴你前面有錄的 後面有沒有告訴你這叫直播 什麼意思 其實像我不知道老師有時候那個 課程啊 有時候您的課程 有些東西像以我來講 如果我有一些物聯網或是有一些手作的 我可能沒有辦法在現場 直接做好 我是不是可以預錄影片 對不對 就好像我們剛剛在這邊一樣 我是不是先預錄了三段影片 好那我在上課的時候 就是我們比如說線上的課程 或是教學現場 我可不可以先播這段影片給同學看 那我就這邊播 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影片 對不對我這樣先播 好那我講到 同影片 第4個的時候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就正式來上課 剛剛已經看過我們的影片了 現在是可以繼續下去 您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我把它拿來當現場的 簡報 是不是還是簡報 只是我有前面 已經有預錄好影片 你看我多過來 我繼續講一下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就可以 直接跳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當然您所看到的這些 我剛剛講的 他已經變成一個網路攝影機 所以呢 您可以看到 如果你打開Google Meet 或打開Teams 我這邊先用Meet好了 來看一下 Google Meet 好那我就開一個 即時會議 好允許他 允許 允許 現在呢 因為我的 在用我的 網路攝影機 所以我把 這個 沒關係 我來這邊 告訴他 我的網路攝影機 現在要換喔 要換成哪一台 來 我們剛剛安裝網路攝影機的位置是在這裡 我們剛剛安裝網路攝影機的位置是在這裡 有一個叫 那個說明這裡 有沒有一個安裝 嗯哼相機 但是我發現好像是因為我瀏覽器沒有關掉重開 所以他會抓不到 但是如果你有裝起來 你就會多一台虛擬相機 這樣我們在會議的時候就可以選擇那一台 這樣您大概了解意思了 所以這裡我稍微補充一下 好所以你現在你可以先試著 輸出一段影片 等一下我們就用那段影片 來剪接囉 好不好 好來我把畫面還給您 嗯哼